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3月2号星期六 大家好 我们说过在巴特劳纳正在搞这个世界通信大会 然后呢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郭平啊 我觉得选这个人也是非常的有学问啊 首先来讲呢 这个人不能是华为的一般的中层干部 因为一般的中层干部啊 带头出来呢 反击美国呢 力度不够 所以呢 他还必须得是一个董事长级别的 但是如果是董事长级别的呢 又担心日后呢 如果跟美国打交道的话呢 会伤了感情啊 就是说要有一个呢 就是说红脸白脸 就我说呢 好警察坏警察 对吧 让这个郭平呢 出来呢 唱这个红脸 当好人吗 唱白脸 当坏人 我说说错了啊 是唱白脸 让郭平出来呢 唱白脸 然后呢 他又是一个轮值的董事长 就现在呢 反正是董事长 过两天可能又不是了 又轮下去了 对不对 站在级别呢 又够 然后呢 又给日后呢 如果假如要还有跟美国合作呢 也可以呢 有理由呢 去换人啊 非常的有学问啊 这个郭平呢 在这个世界移动通知大会上说什么 他说 冷静冷静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最可信 谁最可信 他说呢 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冷静的话呢 可以去问斯诺登啊 那这个来讲呢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就是反击的这个习文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呀 跟我之前讲的一篇新闻呢 非常非常的相像 我甚至怀疑这个郭平是不是就是在巴卡罗纳没事干翻youtube啊 然后可能看西班牙语的呢 这个不方便 然后看见中文的呢 可能就看了我的啊 频道之后啊 基本上从我这照搬的啊 简直跟我学的啊 是哪一期呢 是我在2018年的12月23号发表的第452期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一会儿也会把这一期视频呢 搁在我视频的下方啊 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拿我这期视频照抄啊 有可能 哎 我呢 那期视频比较长 我在里面节选一点点啊 首先来讲他说的斯诺登啊 我在我那期提到了 斯诺登呢 是2013年6月 他在香港呢 把美国国家安全级的棱镜计划的秘密文档啊 给了当时呢 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然后呢 被美国和英国呢 一起呢 通缉啊 这个是我的讲的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呢 你要感兴趣 你可以去看我那期视频啊 咱们再回来说郭平啊 我说一下郭平 再说一下我说的 你们咱来做一下比较啊 郭平在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刚才那个话呢 是他在这个世界通讯大会上 就是发表演讲是说的 然后呢 他又在英国的金融时报 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呢 我之前也报道过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 英国的这个通信社会中心说呢 华为的产品呢 的危险是可控的啊 如果华为能答应一些条件的话呢 可以考虑呢 继续使用华为 但是当然呢 他那个条件还没说出来 我也说呢 那条件也许特别的苛刻 不 这个咱们还在看啊 那又是金融时报 是金融时报发表的 对华为有 就是说有利的消息啊 不光说了这个英国的这个电信设备中心 还说了这个关于他那个军情六处的这个杨根什么的啊 都是金融时报啊 然后再来看啊 郭平的这些文章也发表 就在英国的金融时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金融时报是占华为这一边的啊 那为什么占华为这边呢 那就是桌子下面的事了 对不对 咱们接着说桌子上面的啊 他在金融时报发表的这篇西文 他说什么 他说啊 美国说华为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 因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华为妨碍美国进行监听 这个屎盘的反手一下子扣在美国头上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斯诺登呢 曝光的文件已经说了 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如何收集信息的 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与美国的科技和电信公司呢 保持合作关系 国家安全局呢 能够访问这些科技公司呢 在全球各地的国际光缆 交换机和路由器 并且呢 收集呢 任何他想要的信息 他说但是现在呢 华为呢 在170多个国家呢 开展业务啊 有一半的收入呢 来自海外 他降低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来建立这种企业合作的可能性 他说如果美国国家安全局想通过修改路由器 交换机等等来进行监听的话 那么华为是不可能跟他合作的 我们这个公司啊 是多么的体面的一家公司 我们不接受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这个威胁和迫害啊 我们不可能跟他合作 他说这样呢 就使得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入侵了华为的服务器 就是因为这个啊 这是原因之一啊 他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在2010年的一份文件中写到 我们的许多监听目标 通过华为生产的产品进行通讯 所以呢 我们必须确保 我们可以利用呢 华为的这些产品 就是他说这是美国那个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文件啊 不知道他怎么搞到的啊 他说啊 他说美国呢 将华为阻挡在全球5G网络之外呢 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就能够随心所欲的 想坚听谁就坚听谁 这个是郭平是通过什么得到这个启发的呢 还是由我呢 对2018年的12月23号 我的第452期里边 我提到了啊 在2007年和2008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曾威胁雅虎 如果雅虎 当然我要说这段是我说的 这个事不是郭平说的 大家搞清楚了 但我要知道郭平的就是说 他的信息从何而来 他的灵感从哪儿来啊 分割线啊 邪恶的分割线啊 他说啊 在2007年在2008年 美国政府呢 威胁雅虎 说雅虎如果不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局 能力计划要求呢 缴交网站使用者的资料的话呢 每一天就要向政府交纳25万美元的罚款 是一天啊 就25万啊 那好家伙 我这一个星期多少钱了 对不对 数不过来了 175万啊 数学系的 不是白毕业的啊 然后呢 在2014年的9月12号呢 雅虎官方发表了一份声明啊 证实了这份1500页的法庭文件的存在 从这份声明中就可以看出来呢 最终雅虎呢 还是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呢 屈服了 的确确呢 是向冷静计划呢 提供了使用者的资料 但是呢 雅虎呢 也给自己辩解说我们不是唯一一家向国家安全局屈服的公司 还有其他的公司啊 这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了啊 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觉得啊 这个在预料之中啊 我觉得其实华为呢 早就应该这么去说了 实际上呢 这个12月1号抓了孟晚舟 然后我们说了几天孟晚舟 然后呢 这个说到华为的时候呢 其实这第一次说到华为 我马上就想到了 当年提划 对吧 但是这期里边呢 还是还不是说到华为啊 这期里边说到了 就是说美国指认的两个中国间谍 我不知道老观众还有没有印象 当时呢 说美国那个通缉两个中国的这个情报工作人员啊 指责呢 他们是那个为中国政府工作的 在收集美国的这个情报 然后当时呢 我就我就提到了这个事情 我说呢 这种事情怎么说呢 各个国家呢 都在搞 对吧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对吧 美国呢 CAA 这个什么 那个英国是这个军情6 然后这个什么摩萨德 克格布 反正大家都在搞 都在搞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互相指责呢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然后呢 没有想到呢 郭平呢 就订阅了我频道啊 然后呢 看到我的这个之后呢 得到了启发啊 当然了 这个是开玩笑啊 我觉得啊 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华为已经从被动挨打 转为了主动出击 从任正非这里呢 也看出来 任正非刚开始呢 说说我们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制度 但现在呢 任正非呢 已经开始说了 说你通过政治手段来抓捕孟晚舟 这个是不可取的 这个会给全世界做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啊 然后呢 之前我们讲他的这个轮值董事长 另外那个董事长 让那么梁华在加拿大说要这个打打投资啊 现在郭平又在这个巴哈罗纳的开始呢 反击美国 但是我觉得啊 当然了 我们我们也知道啊 他这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 可以说吧 就是 你我我我如果说他强色夺理 无理脚散分吧 也不对 他说的吧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你知道吧 但是呢 因为能力计划呢 是之前啊 从2013年就开始就这个爆发出来了 由这个孙德顿 2013年6月啊 孙德顿捅出来之后呢 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美国呢 也为这个事情呢 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善后工作啊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呢 公开出来呢 为这件事情呢 道歉 那这点来讲呢 我觉得是是不对的 因为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还有巴西的总统 当时都谴责了过美国 因为当时的这个曝光出来材料呢 就是说 他们不光监听默克尔的这个工作的谈话 连他的私人电话也监听了啊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连这个德国总理的私人电话都监听了 我觉得呢 这个事来讲呢 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这个事想掩盖 实际上已经掩盖不住了 对吧 所有东西都放出来了 我觉得呢 美国呢 不如呢 去面对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国家 其实应该呢 为此呢 做一个道歉 就说呢 我们道歉 当时呢 我们做错了 那以后呢 我们保证不会再做了 但是呢 不是说因为我们做错过 你就能做错 对不对 你不能说 说哎 你你们偷东西呢 那他谁谁也偷过 那跟你没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我说华为 你的意思就这样 你呢 你不能说人家对美国是做错了 咱们绝对不给他的洗地啊 这个做错了 美国需要道歉 需要去改 但是呢 不代表说美国杀人放火 你也应该这么做 对吧 但是呢 因为美国还没有道歉吧 对吧 不 当然了 华为现在的观点 现在华为的问题 关键点就还在这 从讲华为的问题的时候 我都说过 我说我讲了一个电影 就说什么呢 就说从未来呢 回来了一个 一个未来战士 要杀这个小孩 说为什么杀小孩呢 说这个小孩啊将来变成了这个混世大魔王 知道吗 然后那个就是成为了一个独裁者 然后杀了好多好多人 然后吧 又制造了这个无数的受害者 所以呢 我们从未来呢 派来一个人呢 就要把这个独裁者在小的时候呢 就杀掉 然后呢 当地人就要保护他 他说这个孩子呢 是无辜的 将来也许他变成了独裁者 可能是这个大魔王 杀了好多人 但是你不能说呢 他是一个小孩 一个婴儿 你给他杀了 这个呢 是不道德的行为 只能说呢 我们呢 监管这个婴儿 我们盯着他 然后呢 我们呢 重点呢 去培养他 教好 叫他善良的事情 不叫坏的事情 你只能这么做 对吧 华为的事情呢 我也说 华为到现在为止 你美国拿不出证据来 就是说华为偷了 就是说什么情报啊 或者当了间谍工作 对不对 你到现在是没有实锤 你如果有实锤 你就直接告他 对不对 你现在就没有实锤 你只是说呢 通过中国的这个情报法 中国情报法 我已经说了 是在 再背一遍 因为好多杠精 你说哪条 是2018年 中国通过 是国家情报法 里边的第七条 规定的任何企业 个人 都隔壁 你知道吗 任何的企业 个人都有资格 向中国呢 提供这个 任何中国政府 需要的情报 然后在第十条里呢 第七条呢 是规定的企业 个人集团 任何的组织 对吧 规定的对象 第十条呢 规定了这个地点 地点分别 就是在中国和海外 不信你们去查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是规定了 就是说呢 如果中国政府需要的话 依法华为是应该提供 但问题现在 华为还没有提供 也就是说 华为未来 有可能会作恶 就跟这婴儿一样 但是你能不能 现在他还没作恶的时候 就把他干掉呢 这个从道德上 从道理上来讲呢 是 其实我觉得 不太正义 是 就不太不太正义 但是呢 当然有应有人呢 就说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食物呢 这个 过期了 变质了 有毒 吃完对你身体有害处 那你难道 吃完了之后 你才知道吗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是 华为现在还没变质 他还没提供 他还没作恶 只能说呢 他有可能作恶 你只能说这个食物 对 问题这个食物 你搁在这 你即使搁在冰箱里 你搁一年 这东西也不能吃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说这个食物 现在还没变坏 如果你搁在冰箱里 搁了一年之后呢 有可能变坏 你可以说 华为几年之后 可能变坏了 那么现在还没有变坏 那现在还能吃 你要不要扔了呢 你就是浪费食物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呢 就还是在这儿 对不对 你只能说 他将来有可能的作恶 那这个问题呢 就好像 这是一个悖论的 我也承认 对不对 我也承认啊 这个 其实你怎么去解释 他都可以啊 所以在这儿呢 对于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也呢 不给一个定论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吧 留给大家呢 去思考 但是呢 我想了想啊 这样也不行啊 作为本节目 绝对 我跟你说 我看别人节目 我最讨厌这一点了 到最后自己不敢说 留给观众去思考 我就不这么做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要大胆地说出我自己的观点来 就是这么 大胆说自己的观点啊 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就应该 这个婴儿就不能杀 华为现在没作恶 就不应该对他下手 应该让他去搞 但是就像英国那样子 你要接受监管和监督啊 你要答应一切条件 美国可以和英国呀 还有那个新西兰 你们不五眼联盟吗 澳大利亚什么的啊 你们五眼联盟 你们定一个条件 一个标准 让华为呢来接受 然后呢 全程监督它 然后只要华为能够接受这个条件 你可以把条件定得很苛刻 对不对 如果你美国 你觉得不行 你就定一个特别苛刻的 华为根本不可能接受条件 这样也行 好歹你把皮球踢到华为那边去了 但是你如果你现在 你就直接这么做的话 于情于理说不通 你有意思吗 所以呢 我又说 如果美国能够听到我的观点 就是说 我们给你一个特别艰难的 苛刻的条件 但是如果你华为能接受的话 我们就允许你进入全球的 无这网络 但是呢 我们要全程的来监督你 而且监督你产生了这个费用 让你华为自己出 这个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吧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 你看咱大胆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 好勇敢 那当然了 那还用说 真是 为你鼓掌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